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早晨 又到了齐种弟子规的时间了 请同学准备弟子规 打开十字首一页 现在施老师会朗读一次 请同学细心聆听 亲所好 力为敌 亲所护 紧为去 身有伤 而亲忧 得有伤 而亲收 亲爱我 孝寒蓝 亲真我 孝方言 亲所好 力为句 力是指我们尽力去做到 而句是解准备 我们要特别注意力这个字 很多人对父母的事 常常都万不惊心 将就了事 对父母的好户更加不明白 心里面想着父母的时间也不多 怪得孔子提我们 人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令我们细心体验到 由我们出生去到 由我们出生开始 父母亲就对我们无微不至 去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 常常都惦记着父母亲 尽力去照顾我们的伤亲 亲所护 紧为去 紧是指小心谨慎 例如父母亲厌悟的事 我们常常都忽略忘记 所以特别提我们 要小心谨慎地去排除 身有伤 移亲优 移是解遗留 父母亲常常都挂念我们的身体 担心我们受到伤害 例如出街的时候 会担心我们有没有注意安全 天气冬的时候 会担心我们脚的够不够暖 子女的一切 几乎都佔满了父母的心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那就是孝顺父母的开始了 而孝经都常都提到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为伤 孝之似也 得有伤 移亲修 平时在学校 如果和人有冲突 例如你不尊敬思想 和人打架 破坏公物等等 但传道父母的耳中 你们觉得父母会有什么感受呢 那边好像有些事发生 我们一起看看 你为什么要亂拖垃圾 快点收回吧 有什么所谓 我整天都是这样的 唉 我整天收到老师的电话 会整整天到处亂拖垃圾 又聊是斗非 我真的觉得很羞愧 是啊 但是我平时没有好好教她 唉 原来我做错事 会令你那么伤心 对不起 妈咪 我不会再做令你蒙羞的事了 你只能够说 妈咪就很高兴了 刚才的事 我们知道子女的品德有个缺失 会令父母感到蒙羞 相反 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 好好锻炼 注意自己的言行 有良好的品德 努力去学习那种技能 知识 令父母得到很明星 父母一定会觉得很恩惠 我知道我个明朝南海的地方 有一位叫潘京的人 他的父亲好早就去世了 对母亲好孝顺 他的母亲本性好仁慈 喜欢做利益大众的事 有一年大饥荒 就要潘京集客大家 想讨论赈灾的事 于是潘京努力赈灾 任怨任劳 因此会灭的人好多 平日他有多行善事 不怕老虎 让母亲欢喜 他人类的人为了感谢他们 母子的大音 就立心此来祈念他们 潘京自己立心行道 法养母亲的美德 祝福向你 就是孝的典范 亲爱我孝何难 父母亲无名不自地去爱护我们 为人子女感受到父母亲恩重如山 自然会孝顺父母 这样的孝顺其实并无困难 但是亲真我孝方言 遇到不喜欢子女 厌护子女的父母 那你们又能不能够尽孝呢 如果子女都一样可以尽孝 那就更加难闻可贵了 现在我们一起朗读一下 这几句弟子规 以下的时间交给同学为我们大读 现在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一句 我们一起读一句 你们一起读一句 亲所好 力怀怀 亲所顾 力气的一句 心有易愁 尽一声 身有相 而亲幼 得有相 而亲疯 亲爱我孝何难 親真我 孝寬兒 今天的齊中帝子規 講解完畢 請同學圈回理解指數和喜愛指數 還有記得和家人分享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